對父母、朋友和家人都要有禮貌 不會對家人的大聲呼嚇,不會罵他 我覺得對工人和侍應應該有禮貌 因為如果你對他們沒有禮貌 如果我又不專用他們 他們都會對你沒有禮貌 反而會破壞了關係 Marian,Water,水 是,為甚麼呢? 對不起,老師,不好意思 不用說了,看見沒水自己浸了 要說多少次?一點不懂得聰明 Marian,Juice,橙汁 是 Marian,你真是不得省 我不是喝這個品牌的橙汁買錯了 真的嗎? 你又為何買這個品牌 不是我買的,是星星買的 說了很多次,這個品牌很酸 不再買了,真是不得省 死笨 你怎可以跟爸爸這樣說話 剛才Marian做錯事 爸爸也是這樣罵Marian 怎麼同呢?這個是你爸爸 不可以這麼沒禮貌,知道嗎 無大無小 無大無小 媽媽 如果我們想教小朋友禮貌的時候 家長也要留意 自己一定要有個禮貌語氣 去教他們禮貌王 我們其實應該要灌輸一個觀念 就是在家裡 每一個成員 我們都要以禮相待 不可以分彼此 不可以分階級 所以我們家長教導小朋友的時候 特別在禮貌方面 千萬不要對別人因人意義 現在在小賣埔都經常被人打尖 我沒試過打人尖 我因為打人尖 會對別人的印象不好 有試過被人打尖 但是… 沒有,被人打尖 沒所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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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打算很久了 輪到我們了 叫我們玩 你剛才玩而已,還沒玩過五個 不如你先玩吧 你們怎麼知道玩了一局 我們等了很久 你們起碼玩了十局 你剛才排隊,不准 有沒有搞錯 小朋友,為何這麼吵 他們擺著機器,不准玩 哪有擺著 我們等了很久 你們剛才來,我們排隊很久 對,你們剛才來而已 應該排隊很久 姐姐,輪到我玩了嗎 對 好,你們倆,打贏他 這麼猛 剛才影片中,那對小朋友 一直自私的行為,沒有義禮相待 家長不但沒有阻止 還去慫恿他們,令他們變本加禮 其實日常生活中,小朋友都知道 很多大人都不想在公開場合指責他們 甚至乎很加以保護他們 他們有時候會乘機倒彈 就恃著有大人保護 做一些不適合的行為 最重要是家長說立一個榜樣 讓小朋友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懂得感恩,和別人分享 以禮相待 好,你們好,會 好,會 感谢观看